上期让我们说到小银杆的12个型号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 每一根杆子各自对应的用途是什么 首先是两把纸柄的型号 610ML和70M 那都是超快钓的设定 适用于牵头钩 镜子和倒钓钓组 ML可抛无牵 尼可钓组 说到倒钓 这个是在黑坑钓场里面无敌的存在 但是呢 90%的钓友都会用枪柄去玩倒钓 当然环境不同我们要学会变通 这没有对错 只是在禁忌卢钓中 倒钓是用纸柄杆的 绑侧轮的重心向下 所以操控起来的时候会比较省力 这一把是69MRC 是枪柄中最软的一个型号 它是一把中块钓 耳中呢是3.5克到18克 杆总117克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型号 有感轻盈 干身柔润 抛头舒服 用来玩一些小米诺小负荷亮片小胖子 或者是VIB都是很好用的 吊性不是很快的杆子 对于三本钩它的黏余性就非常好 这把70MH是枪柄中的组织军了 耳中7到28克 杆重123克 对于一把7尺的MH杆子 它一点都不重 还是超快掉的设定 用来玩这个天头钩和德州 操控呢 灵活 触感极架 经常会有钓友询问啊 MH的杆子会不会头重 会不会很硬啊 我只想说有些东西只有你尝试过了才知道 哇哦 这把就很美气了 76HFC 号称是五金鱼加五金炒可以直飞的杆 耳中10到42克 杆重148克 就是一把很纯粹的障碍杆 可能很多人觉得不使用 但是当你面对大片水葫芦 20克的线都砸不穿的时候 你就会伤其他的好 实在不行 148克的雷强杆 它不像吗 这把杆子就更有意思了 70MH杠机 杠机在鲁鱼杆中是一个特殊型号 并且它的材质不是纯碳缩 第一次见到这个型号我都震惊了 给大家对比一下 它到底有多粗 比我的大部分手指都要粗一圈 这么粗的杆子 大家猜它有多重呢 只有150克 并且拿在手里 你根本感觉不到它有这么重 那么大家猜一下 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评论区见